設施任務準備了一個 我覺得是滿重磅的驚喜給你 對 我們有請到這位橫越沙漠 征服了南北極地的極地跑者 陳彥博 超屌 台灣之光 所以我們還請到他 然後陪跑 陪跑 陪跑 超屌 這個是跑沙漠那個字 跑沙漠 然後南北極 超扯的耶 很屌 他真的很屌 謝謝 既然會是彥博老師 因為我其實很早就有聽過他的故事 他的事蹟 然後我覺得請他來陪我跑步 真的太扯了 太扯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跑第二次的1600嘛 那想請問一下彥博說 待會除了陪跑以外 有沒有在針對他待會如果跑步 會有一些細節上 或是需要調整的東西 我覺得已經到最後面的階段了 所以基本上在前面的一些學習 都已經夠了 我覺得在現在這個重要的part 應該是要獨立去面對各種的壓力 然後各種的心理的階段 OK 所以這次的測驗 前面會先讓他獨自去面對這樣的過程 但是我會在最後面一小段的時候 意志力快要鬆散的時候 陪著他 我會陪著他 好 各位各位 好 1600 GO 他整體的跑感是進步蠻多的 我之前看起來流暢感還不錯 可能就是看他後面四圈 我覺得從他一開始在跑出去的時候 就明顯感受到他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有些人可能剛跑出去之後 他會有所保留 然後會不敢加速 但是可以看到他前面其實三圈的 的態度是正確的 就是無懼 那表示說大家已經透過前面的訓練 已經對於自己的信心有慢慢去增加了 好 650 這一圈我們請我們的彥博帶你啊 加油 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 還有最後三圈 加油 72 72樓 維持不平就可以了 維持不平 BAM 這個速度不能再掉了 掉的話就會掉到9分外了 所以維持這個樣子就可以了 投低一點 其實我其實最早一開始 也是連三公里我都跑不完 可是到後來之後 不斷持續的訓練 等到2013年的時候完成 加拿大700公里 極地不休息的紅月賽 然後花了10天 就是15個小時去完成 在2011年的時候 也有這個就是 thruth cancer 就是有咽喉癌 所以我覺得 就是 努力朝著自己你想要成為的人 去前進